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出席 英联邦年度外交官培训会时发表演讲 批评与外大国派军舰和飞机 不远万里来南海制造事端 并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决心 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这番言论明显是在抨击 近来在南海开展军事行动的西方国家 在当天的演讲中 中国大使表示中方始终坚持以严守底线 捍卫和平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样世界和平才有保障 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 同时也绝不会允许别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我们将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 这本身也是维护和平捍卫和平之举 近来南海问题被查得沸沸扬扬 实际情况怎样呢 事实胜于雄变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努力下 南海形势持续向好 各方重回谈判磋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正轨 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在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最近 中国与东盟各国已就南海行为准则 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 这充分说明地区国家有信心 有能力 有智慧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 实现本地区长久稳定 发展与繁荣 令人不解的是 一些域外大国似乎并不讲看到南海风平浪静 他们派军舰和飞机不远万里来南海制造事端 放着广阔宽敞的南海航道不走 偏要打着航行自由旗号 非法进入中国岛礁临近海域耍枪弄棒 侵犯中国主权 威胁中国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事实上南海航行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 南海每年十几万艘商船安全顺利通行 从没有哪艘遇到过所谓航行自由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和能源运输60%以上 通过南海 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关心南海航行和飞跃自由 中方一贯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跃自由 但前提是要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 航行自由绝不是横行自由 绝不是乱闯别国领海侵犯别国主权的自由 这样的自由必须制止 否则南海将无宁日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意志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决心 中国香港南华早报评论称 中方对英联邦成员国发出如此直白的抨击 直指此前英国海军海洋之子 号两栖舰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十二海里领海的举动 中方警告干预南海的域外大国不要低估中国决心 可能亦有所指 中国接下来的南海行动可能会有大动作 8月31日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在驶往越南的途中 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中国出动了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进行驱离 这艘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海绳之子号船物登陆舰 满载排水量2.2万吨 该军舰于近日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 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停靠 途中经过中国南海西沙群岛 英国海军官员声称双方在遭遇过程中保持冷静 英国登陆舰没有驶入有争议的地区 英国不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12海里灵牌主张 这是进美国之后 世界上第二个如此形式的国家 城市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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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乃 请 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